我們先講一個 他沒有在這個榜單上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跟主持人很有關係 就是金牛座 他為什麼沒在這個榜單上出現呢 因為金牛座已經覺得我自己 滿聰明的 也還好 也還好 快沒這麼說 憑什麼不上這個榜呢 因為我個人的解釋 所以什麼人心機弱 笨的人 我的解釋 是某種自在這個解釋 但是他要伴隨著另一件事 還要熟完狠 那就不容易了 厲害了 我們前面為什麼先提到金牛座 金牛座 我們最近一直在聽乾隆的故事 乾隆的爺爺 康熙是金牛座的故事 好像是 他是被中國 選為是中國五帝之一 唐太宗 漢高祖 千古一帝 加上他 所以金牛座 我們可以用一個 跟小五哥很像的人來舉例 誰 長得又帥 口才又好 邏輯又強 靠自身的努力 紅片兩岸三地 是誰 酒孔 金牛座 謝謝 可以 可以 好 我現在剛剛合作 我現在剛剛合作 連得很順 其實王立宏也是 你看是不是 金牛座有一個很長的軌跡 他們的演藝路都走得非常的慢 非常的長 但是撐了久 可是金牛座真的不是靠這種手段 跟剛剛講 聰明鬥爭出來的 所以講到這裡我們要回到這裡 是 沒有講的都要小心了 第三名 好可怕 雙子巨蟹 現場雙子巨蟹的請舉手 雙子 一 二 好 那個 好 妳是什麼星座的 巨蟹 翠平呢 雙子 雙子 謝謝 三個壞女人請說 巨蟹與雙子 有足夠的心機與聰明度 對 我們很臭 可是 在手腕狠的這一點有問題 那講到 雙子的問題是在 大家都知道雙子有選擇困難症 雙子有一點這種 有時候有一點天生的任性 當然他有兩條路要選擇的時候 大家建議他的那一條 偏偏就不要 沒有 我就佔原地 所以雙子常常會在關鍵的時候 做了錯的決定 你就因此如果要比心機 總是在像剛剛崔明有前面講到 電影的這件事 其實當時用點心機撐著點 關係打好點 那就是我的 可是當時我不要 可能基於年紀 經驗 所以雙子會有這種選擇 我覺得過你當時我回來 求求那位製作人 不要斷了我的後路 然後求求他 然後跟他坦白一番 愛兵政策 可能有機會 是 巨蟹一切都很OK 到最後的時候 卻會突然出現婦人之人 就像是跟人打一場戰爭 在最後我這一道會殺了你 算了 我放棄就對方殺了 就留了後患 算了 所以巨蟹的問題就是婦人之人 有時候最後的那一點狠心 還是要下手的 畢竟事情要做到底 對 巨蟹其實最後會突然發散心 突然的軟下來 是 有沒有講第二名 對 天秤 天秤 會嗎 其實最近大家在看 最近在場有沒有天秤座 舉個手好不好 沒有 沒有 都沒有 算節目平良心 沒有 我試著 來 解說 最近天秤座非常的紅 為什麼呢 如意傳 延禧攻略 對 乾隆皇帝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有個特色是在 大家都知道天秤座是好好先生 對不對 好像跟每個人都差不多好 可是當他變成你的敵人的時候 他跟大家都好 眾人皆友善的和諧殺手 天秤座大致上平常是友善 但是當天秤座有目標的時候 你成為他的目標的時候 天秤座可以突然 攪起四周人的意見 一池春水淹死你 好可怕 所以要跟天秤座 除非要比四周的公關關係近一好 所以天秤座下殺手是不留情的 好 第一名 第一名 很期待 第一名 天蝎 這個好像比較好猜 對 今天其實在背腳本的時候 我就跟製作單位探了一口氣 我說 我真的很不想寫他上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會上榜 是 可是你不寫他 你就難度悠悠之口 很難以對其他十一個星座交代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不寫他的話 天蝎座就會過來逗你 為什麼我把你都沒有 我上升天蝎 我上了兩個榜 天蝎他其實並不是 本來不是最狠 但他當捲入勝負的戰爭的時候 天蝎是一定要贏的 其實各位如果看圈內的天蝎座 都如此 然後我舉幾個例子好不好 像是舉一些大姐大 桃子姐 天蝎座 荔精姐 天蝎座 賴欣梅 欣梅 或是像是芳瑜常見到唐老師 唐老師也是 對 非常非常心理 所以天蝎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挑起他的勝負之心 否則他是要鬥到死才罷休 所以惹到天蝎座的人 其實原則上 想辦法跟他化成朋友 利用水象星座的感性的那一面 最好跟他當朋友 不然表面上的友善也好 但你不要挑起戰爭 他是會跟你拼到事的